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 欢迎收看风水出任务 我是李行老师 哎呀在开始今天的直播之前 李行老师还是要再次提醒各位 各位朋友记得 12月21日冬至洋宅风水要换流年哦 如果在2020年你的洋宅风水 还没有好好做准备的 请记得好好把握21号 十月21日冬至换年的机会 提前为辛丑年土来生金 精气最旺的一年 来好好为自己的洋宅风水做加分 有没有看到李行老师今天穿的这一身打扮 这不是随便穿的 这个是有经过精心挑选设计的 好像笃铃哥在跳那个一样 OK好 这个为什么 因为黄色嘛 黄色代表土嘛 白色代表金嘛 土来生金对不对 各位朋友 你们不要小看土来生金 除了跟2021年流年风水有关系之外 再来今天李行老师带各位 来到新店区一位郭先生的小套房 李行老师穿的这一身就会跟 为什么这个小套房能够帮助郭先生 才观双美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OK好那说到这个小套房 很多人对于小套房的一个概念就是我进去我就是看到三面墙 顶多一张床再加上一张桌子最多我再加两张椅子差不多了 所以呢小套房对于很多朋友的刻板印象就是啊 他就是我一个过渡的地方 他只是我暂时睡觉的一个地方 可是各位朋友你知道吗 如果说您能够帮自己的小套房 好好的去设计用心规划 特别是在收纳空间隔间之外呢 这个小套房能够乘格也能够乘局 关键在于你们有没有用心 有没有把小套房当作是自己的家 各位今天李行老师就要带各位来看 郭先生的这个小套房 为什么他能够成就财官双美的一个格局 各位朋友在我们进去开启这个藏宝库之前 赶紧帮助自己把今天直播的内容公开按赞 按分享同时开启通知小铃铛 这样子风水出任务在下一次直播之前 你们就能够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直播的通知了 好了来那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开 究竟呢 OK 来 好这也算是一个高科技的套房 OK 好 OK好 好 好事总是要多 藏宝库不是这么好开的 你们真的以为你进去金字塔 你随便就可以看到宝藏吗 没有这么容易的事情 对不对 越难开代表里面的景色越值得我们期待 各位朋友准备好了吗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其实李星老师来的不止一次了 当初郭先生他在买这个套房的时候 其实他还是一个毛胚屋 所以在设计的整个过程李星老师全程参与 但是呢从一开始的毛胚屋到后来就是交屋 其实李星老师每次来每次都很感动 因为我一进来他给我的一个感觉 他不是一个套房 他不是一个很单纯睡觉的房间 他真的是有一个家的感觉 为什么很多人会认为说 老师套房怎么会有风水 套房不是没有风水可言吗 可是你们要李星老师在这里回答这个问题 第一个我们常在讲主卧有主卧的风水 对不对 厨房有厨房的风水 客厅有客厅的风水 哪怕是厕所都有厕所的风水 那我问你们为什么小套房不能有小套房的风水呢 那为什么小套房要乘格乘局 要能够讲风水 关键在于什么 李星老师刚刚在外面说过了 很多朋友把套房就当作是一个我睡觉的房间 我就一张床一张桌子两张椅子 这样子就OK了 如果是这种套房的确毫无风水可言 可是如果说像郭先生的住家 注意老师用的形容词住家 你看客厅是客厅 我们可以去摄影大哥 大家看一下 各位朋友好好享受一下这个空间 客厅是客厅 霸台是霸台 厨房是厨房 还有再来房间 这个主卧就是主卧 你们可以想象这个整个使用的屏数是多少屏吗 老师告诉各位朋友 八屏 你们可以想象八屏的小套房 可以隔出这么多的一个空间吗 所以呢 简单的讲小套房 我们要来讲风水 我们必须要花非常多的心思 跟老师或者是跟设计师来沟通 如此我们就能够把我们自己的小套房 打造成一个财观双美的一个格局 好了享受完了 我们还是要回归到我们风水初任务 今天要讲的一个主题 我们还是要讲风水了 来其实在一进来的时候 各位你看这整个背景很享受 对不对背景很漂亮 可是其实一进门 一开始刚开始的时候 就看到一个非常不喜欢的风水煞气 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踢刀煞 开门见踢刀 没有是非血光健康也会出问题 那可是怎么办 你要知道在一个小套房里面 我见到踢刀 也许线上的各位朋友 第一个感觉 老师我知道 我可以摆一个屏风 或者是说我可以把这里加装一层 霧面的玻璃往上走 为什么 透天常这样做 没错 中南部的透天 我的楼梯都是在中间 那我楼梯在中间 如果我要挡这个踢刀的话 我就会设一层阻隔 更关键是 这是一个小套房 八平大的空间 如果我在这里 再装一个平方 或是一个霧面的玻璃的话 其实整个空间就被压缩了 它就真的只是一个小房间 它不能够成就一个家 因为空间感被压缩 第二个 我想很多观众朋友会认为说 有行煞很简单 我在这里挂一个铜葫芦 我在这里挂一个铜麒麟 或者是说九宫八卦 或是任何的一个风水的化煞物 这样可不可以 也可以 这样不是说错 只是呢 各位朋友 你们想象一个画面 如果我在这里挂一个铜葫芦 我在这里挂一个八卦镜 你觉得跟这一个现代风的设计感 会不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突兀呢 是 那么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李星老师在这么多集的直播里面 一再的强调 颜色与生活美 显得完美融合和运用 所以李星老师建议郭先生 不妨 我们就来利用简单的生活色彩学 我们来化解踢刀杀 来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先往杀掉 来 你们看到李星老师的身后啊 背景是什么颜色 这个大地色 梯子是什么颜色 也是大地色 我们利用一种视觉上的一种错位 一种落差 我们透过怎么样 因为相同的色系 所以在我眼睛上直射过来 他梯子的其实外观形上 就不会这么这么的明显 李星老师再次强调 我们在做任何生活的这个风水布局后 我们一定要考量到现实层面 现实层面是什么 我的空间就是只有这么大 我当然知道我摆一个屏风 我做一个毛玻璃就可以解决了 这个绝对没有问题 但问题是我的现实状况 我在八平大的空间 不允许我这样做 那这个时候色彩的生活美学的融合 这个洋财风水就非常非常的重要了 好 再来 刚刚李星老师一开始就破题了 这个小道房帮助我们郭先生 才观双美 才观双美是什么概念 就是我的财运也好 我的工作也好 我的事业也顺利 到底他的Mega在什么地方 其实就是在李星老师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是郭先生住家的文昌位 哎呀 文昌位跟什么 跟一个人的事业有关 跟一个人口碑知名度有关 那文昌位要怎么布局 布局的方法 其实各位朋友已经看到了 就是这一个文昌竹 对不对 而且文昌竹关键在于什么 它的上方还有辅助的投射灯 其实我们在家里面放盆栽 放植物 只要是活生生的植物 它都有生气 注意生气 有生气就会有能量 那我们如何在一个 说不是非常大的一个空间 让这个生气能够持续的发散呢 就是靠灯光 所以我在文昌位 我放上文昌竹 再搭配上上面的投射灯 这个文昌竹 他就无时无刻 每年每天每分每秒24小时 再帮郭先生住家的文昌位的文昌气息 再往上提升 好 那么第二个重点来了 刚刚讲的文昌位他主观啊 对不对 他主我的口碑知名度啊 那财在哪边呢 其实这个财 以这个郭先生的住家 财有两个地方 李欣老师先介绍一个小财 这个小财 李欣老师每次看到都觉得非常非常的骄傲 我真的很佩服我自己 为什么会这么这么的厉害 会有这种想法 来我们再后推 来你们看到 这里是个什么 让你们猜 你们觉得后面 三秒钟过了 就楼梯嘛 对不对 我想你们看到的也只是楼梯 但我告诉你们 很多时候什么叫做隐风水 隐风水就是隐藏在无形无语之间 你们看到的是楼梯 但其实它不只是楼梯 李欣老师为各位来开箱 首先第一个让你们惊艳的是什么呢 就是 哎呀 来 这一块 你们可以看到这是什么 你们看到了什么 看到非常帅气的李欣老师 没错 我也看到了 但是我要讲的不是这一个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梳妆台 梳妆台 然后还除了梳妆台 还有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 这是一个椅子 所以各位朋友你们可以想象吗 在一个楼梯里面 暗藏的一个梳妆台 梳妆台象征了什么 我现在其实有的时候 我蛮羡慕这个女性朋友的 因为在住家里面 女性朋友的财库非常多 你说冰箱也是厨房也是 梳妆台也是 对不对 所以那这个梳妆台它暗藏在这边 梳妆台相当于 这个住家女主人的财库嘛 对不对 所以梳妆台爱常在这里 再搭配上我们的文昌族 所以呢 为什么 居住在这个住家里面的人 他财观双美 跟这一整套的配置 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好 来 那我现在慢慢的把这个收起来 所以各位朋友 其实 虽然一直讲财观双美 但李欣老师其实真正要 向各位来推展 就是我们在小套房 收纳的空间非常的重要 如何让收纳空间结合洋宅风水 是这波 这期直播非常重要的一个价值 好 除此之外 我们现在把镜头往上带 我们进来的时候 其实小套房最怕的就是什么 就是会有压梁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郭先生的住家 他一进门两侧都有非常大的一个压梁 这里也有 好 那有压梁 压梁其实对于一个主人在家里面 人的一个影响就是什么 就是说我在事业发展 我会觉得有点不顺 我的想法没有办法受人接受 那在家里面的人的沟通的这个关系 也会受影响 那这个时候解决的一个方式 不妨你们可以好好利用灯光 你想在这么多集的直播里面 一再强调颜色生活美学还有灯光 所以我们来看看 在这个压梁它的配置上 它这梁上有三盏投射灯 各位朋友 你们不要觉得这个投射灯 它只是一般的照明 的确它主要的功能之音是照明 但是其实它最重大的一个价值 在于它化解的压梁 因为其实压梁对于我们造成压迫感 主要是来自于是压梁下方的阴影 可是如果说我们在梁的下方 我们装上三盏的投射灯 其实这个阴影的压迫感就能够被化解 好同样的我们把镜头带来这边 这里的梁也是一样 老师那时候建议郭先生 因为如果说要安装这个风水物 或是其他的一个方式 其实跟整个空间或是整个设计 会有非常大的一个突兀 那加装这个投射灯之后 其实就能够透过很自然 很生活的一种方式 我们把压梁的问题有效的得到化解 而且重点哦 因为这个地方是住家的客厅 客厅是家里面人家人聚齐情感交流的地方 那因为整体在配色上面必须说 因为在配色上比较偏暗 如果说我不特别的把这个投射灯的灯光 打射打那个投射到墙壁上的话呢 空间视觉上会被压缩 可是当我这个投射灯我打到墙壁上的之后呢 各位朋友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我的空间感被延伸 很大很大的差别哦 所以各位朋友小坪树的房子小套房 你除了要利用收纳空间之外 也一定要重视灯光的运用 OK好 光是客厅光是两边的梁都讲了很久了 那讲了很久记得 那接下来还有很多这个保障理性老师 要给各位朋友介绍 在进入第二趴之前 赶快各位朋友帮自己帮自己的亲朋好友 因为也许您自己也许您的亲朋好友 现在就刚好住在小套房 现在就刚好想要购买小套房 这集的直播我相信能够帮助各位朋友 在小套房的这个装潢上面 设计上面得到非常强大的灵感 好再来 财观双美财观双美 哎呀以一个居家风水而言 我想很多朋友呢 最重视的无非就是财位 因为财嘛 这个财为养命之源 不是说我们人现实 只是现代的生活 真的是没有钱万万不能 好同样的居住在小套房的 这个郭先生也是一样 好那以这个房子 他的财位在什么地方呢 他的财位其实就是在李星老师身后这一块 来现在我们这样看过来 各位朋友里面可以看到 非常可爱的两扇门 一扇是黄色的门 一扇是灰色的门 来一般的人进来 看到这两扇门 第一个感觉会说哇 这个门很有设计感耶 因为我很少会看到这种颜色的门 在住家里面 很少会看到用这种土的亮黄色的门 为什么要放这个门呢 重点就在于 郭先生房子的财位就在这个地方 好其实李星老师今天要讲一个重点 很多人认为财位就是财位 没有所谓的五行之分 其实真正每个坐项的财位 它都跟五行甚至是五行的颜色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般人讲到财位 我要招财 我要放风水物 我要放招财物 我要放皮修 我要放聚宝盆 这些没有错 只是老师再次强调 这是一个八平大的空间 如果说我们在刻意放很多的风水物 因为空间不大的前提之下 只会让我们觉得房子里面的东西砸乱 最后心情就会不好 财运也不可能跟着好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李星老师就建议郭先生 那在空间有限的情况之下 不妨我们就利用门的这个颜色 这个门土黄色 这个门土黄色 知道李星老师今天穿衣服的用心了吧 有土司有财 所以以这个郭先生的财位 他五行是属土 所以只要在这个门的颜色上面 我们去多做一些巧思 其实我不见得 我说小套房 小套房不见得非得要摆这么多的一个风水物 其实他自然而然就通过生活设计 生活美学的一个方式呢 帮郭先生达到财观双美 好那我相信很多朋友现在就会很好奇了 老师 这个财门 你既然说这是财位 那这个就是财门 对不对 对它是财门 财门里面放了什么 这是木门 财门里面放了什么 一般财门里面放金条 放钻石 放黄金 放钞票 对不对 我也希望 可是不是 各位朋友 非常敬严的一点 这个地方李星老师每次来 每次都感动 每次一开门就有哇 因为我根本应该是说各位朋友 你们我相信你们绝对没有办法想像 竟然一个八坪大的住家可以有 衣帽间 天呐 各位朋友你们可以想像吗 你们可以想像吗 通常衣帽间是大坪树 是豪宅 是贵妇的专有代名词 可是就在这个八坪大的空间里面 郭先生跟设计师还有老师 我们三个人共同努力 为郭先生创造了一个衣帽间 就是因为这个衣帽间 那衣帽间其实放的这些衣服 都是郭先生他精心挑选 他花了很多的心思就是收集回来的 好 那其实财卫这样子 方靠这个黄色的门 他就能够无形之中 在帮郭先生的财卫来做加分 第二个 我们来看这个灰色的门 为什么这个门是灰色的呢 其实当初在设计这个 选择门的颜色的时候 李星老师想了很久 每个房子的坐向 任何坐向都会有个不好的位置 叫做病符位 病符位跟每个人的身心健康状况有关 那病符位当然是个不好的位置 那所以呢要避免敲打 避免脏乱 那避免潮湿 那所以呢当然李星老师就在 这扇门的颜色挑选上 我选择了灰色 主要就是要提醒郭先生 在里面的这个空间里面 务必要保持干净整洁明亮 这空间是什么 这个空间就是郭先生 他的厕所 看到厕所了吧 那厕所其实要介绍的 李星老师在讲的就一个重点 就是这盏灯 这盏灯其实在很多封闭式 没有对外窗的厕所的朋友而言的话 厕所一定是阴暗潮湿的 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能够放上一盏 很很基本的一个长明灯 哪怕是夜市的小夜灯 其实厕所在没有对外窗的情况之下 他也不会让阴气灰气臭气聚集的这么严重 那么厕所对于我们家人的影响 就会因为这盏灯而得到缓解 知道吧 好来 我们继续往外看 那再来出来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是什么 这里是厨房 这里是冰箱 各位朋友你们会不会觉得太夸张 一个八坪大 八坪大的空间 一个厨房里面竟然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 LG 还这么大的一个冰箱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 我们只要是空间 我们只要多花一点心思的话 你看 他这里就是他的电器柜 这里是冰箱 这里是水槽 这里是灶 而且灶跟水槽之间的距离有超过60公分 所以不会产生所谓的水火相克的问题 你看 空间不大 但是其实他所有的配置都符合洋宅风水的要求 关键就在于各位朋友 各位在住套房的朋友 不是股票的套房好不好 实际的套房的朋友 你们到底有没有用心思 你们到底有没有真的把你们的套房当做是自己的家 好 最后一个重点 来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主卧房的上方 我们可以看到两个 他这个色光非常的暖 非常暖色光的两盏灯 为什么李星老师要特别介绍这两盏灯 只要是空间狭小 不是狭小 只要空间相对比较小的地方 他空气的流动 俗称的通风一定会受影响 好 那洋宅其实老师一再强调阳光空气水 阳光指的就是自然采光 空气指的就是空气的通风 那么如果说我们在自己的套房里面 我们在高处如果安装这个暖色的灯 暖色灯的部位 它的温度一定是比较高 那在李星老师的这个位置 温度一定是比较低 各位都有看气象嘛 对不对 人立于人爷爷人大哥 他常在讲 只要有高低温的差别 空气就会产生对流嘛 这龙卷风的这个成因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呢哪怕就是说主卧房在上面 没有对外窗或者是通风比较不好 但是我们透过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生活的灯 我们让空间产生的温度差自然而然 室内的空气的流动 就能够得到非常有效的化解 哇塞 各位朋友 一个八平大九平大的空间 可以让李星老师讲那么久 介绍那么多 所以你们可以想象 我相信你们也可以感受到 屋主郭先生当初对于这间房子 这个家的一个用心 好吧 那今天我老师就帮各位朋友来谋福利 我们来欢迎这个房子的屋主郭先生 他是个帅哥 是个帅哥 OK好 OK来欢迎郭先生 对不对 OK真的是个帅哥很帅很帅非常帅 哎呀这张沙发沙做的两个帅哥 哈哈哈哈 OK 好真的 我觉得今天真的很开心很感动 就是真的陪跟郭先生这一路走来 看他真的从光秃秃的一个房子 可以做成这个样子 真的很不容易 那我想就是说 因为在这么多的设计里面 碍于时间的关系 李先生老师能介绍的可能就只有这么多 但我还是希望跟郭先生 因为毕竟 藏住在这里的是郭先生 我还是希望郭先生 可以跟我朋友分享一下 在这么多设计收纳颜色配置的巧思里面 最让你感动和骄傲的是哪个部分 我最喜欢的就是衣帽间 衣帽间 好我相信郭先生这个回答 跟线上很多女性朋友的想法是一样的 天哪八九屏可以有衣帽间 对不对 那开始就说老公你过来看 对赶紧帮老公把今天直播的内容 分享给自己的亲朋好友知道吗 OK 好的确但衣帽间真的 李星老师每次来每次都很感动 真的是很感动 但是其实就李星老师而言 其实讲真的我个人而言 我最喜欢的是一个地方 来来就这边这边 来来来真的 为什么我会喜欢这个地方 因为你知道吗 其实在以郭先生这个住家 这个房子它整体的设计 它非常有层次 如果说我们把镜头拉远 就像刚刚我们刚进来那样子 这是一个家的感觉 对不对 有客厅 有餐桌 有厨房 有厕所 还有房间 这是一个家的感觉 可是如果说今天我坐在这里 各位朋友这个画面 你们觉得我在哪边 像不像就是在一个非常幽静的小巷子里面的咖啡厅 或者是小酒吧 所以我们的生活美学洋宅风水不是不能创造啊 对不对 小套房也能够成格成局达成财观双美的洋宅风水大格局 关键在于各位朋友 你们有没有用心有没有用巧思 其实今天坐在这个桌子 真的即便李星老师今天一个人坐在这里 不管是喝咖啡也好 或是喝杯小酒也好 我都不觉得很孤单 都不觉得很孤独 就是因为这整个套房给我的感觉 它是有温度的 它是有爱的 它是让我可以深刻感受到郭先生的用心和付出 真的 各位朋友 好来 有没有想要买一栋 这不是业配喔 OK OK 好啦 各位朋友我看 我们今天线上有没有朋友来问问题 OK 好 那我想那剩下的时间今天真的很开心 又跟郭先生在见面 我们见面过很多次了 真的 每次来都很感动 那这次也是说服了郭先生 他也谢谢他了 愿意把自己的住家公开分享给各位朋友 那也希望今天这个直播内容 真正能够帮助到线上各位 你目前是居住在小套房 或者是说你目前已经打算要买小套房的这些朋友 提供给你们一个住家规划的一个建议 好啦 那接下来我们两个 倒酒了吗 好啦 今天风水初乱舞 那任务圆满成功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按时收看 那也记得下个星期二 同一时间两点到两点半 在线上一起跟李星老师 我们一起来去看看下个星期 李星老师要给各位朋友带来什么样子的一个秘密 各位朋友我们下周见 拜拜